郭文貴議員 控制了香港之後 那時候打楊毛琦是港督的 楊毛琦後來想坐飛機走 但是去到西貢 西貢被那些日本人圍著 打就搭不到飛機走 他就想游泳走 後來被我們 那時候北潭沖 有一個媽媽 兩兄弟的一日一道船 就出來西貢去 賣了東西其他 就再回去 再回去 就一人一次 這樣的話 就剛剛 就見他叫救命 走去再賣他回去 後來就帶他去北潭沖 收賣那些山洞 日本真的去找就找不到 後來他就留下 有四五張那些 所謂那些戰師 戰師就怎樣呢 他說 翌日如果香港 你想去打黃家公 拿過將戰師去 就有優先權 暗黏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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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